还要来关心在台北车站站前的某知名饭店 29号晚间发生坠楼意外 宁约30岁正姓男子 久后突然爬出饭店三楼窗外 沿着玻璃爬行大约一公尺后 失足坠落一楼 现场大片血迹触目惊心 而跟他同行用餐的女性有人 更是吓到浑身瘫软 而坠楼男子在送医之后伤重不治 警方拉起封锁信 坠楼男子浑身失血被送上救护车 他的女性朋友吓得痛哭浑身贪软 29号晚间一名灵性董座在饭店三楼洗开五桌 年约30岁正姓男子 久后突然间打开饭店的窗户 自行爬出窗外之后 沿着玻璃往左 像蜘蛛人一样慢慢移动 途中突然失足从三楼坠落 宋姨抢救隔天清晨六点多 还是毁天乏术 初步排除他杀 未有外力介入 饭店业者强调 窗户是依照消防法规设置 旁边有缓降梯 服务生看到的时候 男子已经爬到窗外 要大喊根本来不及 所有人回头目睹意外发生 开心聚餐却闹出人命 详细责任归属 检警事后将仔细追查 记者留词帮忙忘家 台北报道